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在這個第2部短片裡面呢 老師要為大家示範的是 起始分的 也就是由剛才的基礎延伸過來 要示範的重點呢 是 物件導向裡面的三個重要的features 三個重要的觀念 其中的第1個也是最比較基礎的 叫做封裝 不是裝封 是封裝 encapsulation encapsulation這個呢 他可以用在靜態的資料呢 也可以用在動態的函式 簡單講的有些資料有些函式的 你不要給外面的人看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透過封裝把它封起來 變成內部的自己使用 有點private 私人隱私的這種味道 那幾個重點的第1個 首先的同學你要能夠延續的上面60分的基礎 能去展示 當我資料是public 是公開的時候 他的不安全性 也就是呢 以Dog 物件來講 他的名字呢 是可以被改掉的 那麼先把這個 背景呢 透過程式的展現出來之後 接下來呢 再把封裝的概念把它放進來 這個時候呢 我把他的名字 原來Animal裡面 Sorry不是Animal 是Dog Dog Name的這個 data 然後把它變成private 然後把它移 把它搬移到Animal.dark這個模組 那接下來呢 你要提供setter 就說當我這個Name呢 不可以 直接存取的時候 可是 萬一你真的要改名字的話 我們要 提供setter的函式來改名字 那這個setter函式呢 函式的名稱的同學你可以自己 依照他要 變更的標的去 命名 例如set name 那一般來講有setter也有getter 那目前這個考試老師希望你至少會setter就可以 就是去設定去更改一些 那這個setter裡面呢 你要加上一些條件的檢查或格式的統一 確保所有狗的名字呢 他有符合一定的格式 一定的條件 主程式裡面呢 當你把上面這邊都做好 你就會發現 在主程式裡面 你無法直接去存取這個Name的變數 但是你可以透過 Dog類別所提供的setter function 來變更姓名 接下來看老師表演 接下來我們回到這個程式實作的畫面 這是剛才60分 老師寫了一個 Collapse的定義 也是藍圖設計圖 那有主程式呢 老師產生了幾隻狗狗 那這個 放到狗籠子裡 接下來demo呢是 這個名字呢事實上呢他是公開的 誰都可以改 外面的主程式可以去影響 可以去更改這個名字 舉個例子來講 我在呼叫 bark 之前我可以直接去把每一隻狗的名字 第1點 name 我直接把它改成 要改成什麼呢 改 成 brian好了 我叫做了 我itterate 每一隻狗 叫他叫之前 我去試著去存取他的名字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它是这个变数名称 它是公开的 所以变成 每一只狗在叫之前 它原来的名字已经被覆盖掉了 被第23行 把它设成Brian 所以每一只狗通通都叫做Brian Brian 那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 完全要说 我们的类别里面的data 是没有任何的保护防护措施 外面使用的main function 使用的程式随时可以进去改 所以物件导向的第一个 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内外有别 有些资料是私密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就可以宣布宣告 把这个名字变成私密的 那在Dart里面 它不是用关键字 像C++它用关键字 public protected and private 那在Dart里面呢 它是固定的 不管是data或function 你在前面用underline 底线开始就代表 这个变数名称是 私密的 所以呢 老师变数名称加底线之后呢 这边也通通跟着改 通通跟着改 变成私密的之后 这里也要跟着改 是不是真的23行就会失效呢 我们来执行看看 老师你欺骗我 我加了底线变私密 我还是可以改啊 那是因为呢 在Dart语言的设计里面呢 它只要同一个模组里面 它的私密性是 以模组之间 也就是不同的 点Dart档案 才有这个私密性可言 同一个档案呢 它会觉得是自己人 所以呢虽然你加了这个底线在这里呢 那因为呢 跟main function 你这个 cdog的类别跟main function 是放在同一个模组 它认为是自己人 所以还是可以存取 如果你真的要看到这个封装的效果 那我们必须把 dog的这个设定 类别的设定 搬到另外一个 档案 那老师这边准备了一个档案呢 叫做animal 这个等我以后会用到我们先不管它 我先把class的定义搬过来 放到animal这个模组 那这个原来的这个组成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你必须要去做一个 import 汇入的动作 因为 它不认识什么叫cdog cdog的蓝图本来放在前面 现在不见了 所以这时候你要下一个指令 就是import import 是汇入 也是进口的意思 汇入哪一个档案呢 汇入 animal.dart ok 这时候呢 他就把animal的 老师现在切到animal.dot 把这一个类别的定义呢 放进来 某种程度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copy paste 放进来 放到这个main function的前面 那这样子呢 cdog就有定义 这个蓝图就有定义 好 那么 在我们执行之前呢 其实你也可以发现 当我把这个 dog的定义 搬到另外一个模组的时候 原来的第12行 你会发现它底下出现红色的小蚯蚓 表示它觉得 这里有问题 为什么有问题 无法存取 因为它被封装起来 那么现在呢 它是属于不同的模组 一个在man.dart 一个在animal.dart 所以呢 在你执行之前 你就可以发现有问题了 那如果不死心 你可以run 看看 你可以跑看看 它就死给你看 error this setter setter 这个名字出现了哈 name isn't defined for the class 啊 啊 反正呢 你就是无法再直接 man function 已经无法直接去修改这个 name 狗狗的名字了 那万一 如果你真的要改呢 是可以的 那怎么办 那你要提供setter setter function 所以呢 我们现在回到animal这边来 那原来set dog 它只有一个function 叫bark 那现在你同学你就要会 那我要提供一个setter 就是改名字 那改名字呢 因为它也不需要传回子 那叫void set name 这个方形名字叫set name 那传什么参数呢 我们就传一个字串 stream 传进来 那我们不给它任何的条件的假设 条件的检查 都不许 先暂时先不要 你就把它传进来的名字呢 我们就把它 设定到 name in 这是无条件接受 那如果呢 无条件接受 那跟外面直接改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子 这里不是name 这里是str 那如果你是无条件接受的话 那其实 你把它设成 封装起来意义就不大 因为外面还是怎么改都可以 所以一般的set 这种方形呢 一定会有一些条件的限制 这边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例如 如果 str 它的长度 也就是说 你看这个字串的长度 字串长度如果 大于1 那我才要接受它 那你就可以加些条件 就是把这个条件加上去 这个可能中文比较适合 因为中文的名字 我们都说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 英文名字很容易 因为字母很容易就 就比较长了 那我们加个意思 就是说你字串一定要 两个以上 那如果太短我就不接受 那这个条件呢 老师是 这是暂时的 这是可以修订可以改的 符合条件 我才接受你所传进来的名字 那这个呢 因为前面没有底线 所以呢 他是公开的 谁都可以呼叫 所以跟这个bark是一样的 谁都可以呼叫 那像这样的 这个方形就是一个标准的setter function 那这个条件你可以更多一点更复杂一点 好 那加完之后 我们回到原来man function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 把 狗狗 每一只狗狗 我现在就透过刚才的set name 我就给他brian 刚才是不行的 现在我们透过这个来看看 给他brian 你会发现 诶 他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了 老师先把这个清掉好了 历史先把这个清掉 这时候你会发现 诶 可以了 通通改成brian 那我们刚才在这个set 我们加一个条件的限制 就是那个长度 我如果只是b的话 就是 字数太少 我们来试看看 你会发现 诶 这个失效了 因为他太短了 所以 我名字完全没有改到 名字完全没有改到 好 那么你如果可以做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 证明 你会 知道 你了解 你会 什么叫做 encapsulation 在dart里面 encapsulation 可以在 针对 变数 也可以针对 function 增加底 加一个底线之后 把它封装起来 我们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叫做 封装 如果你会到这个地方 恭喜你 得到了 70分 70分 下一个阶段 迈向80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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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